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规定 如果是由航空公司可控因素 导致了航班取消或延误 那么航空公司需要上手影响 常客支付餐食跟酒店的住宿费用 总统拜登与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 今天宣布新规制定程序正式开始 距离夏季旅行旺季只有几周的时间 此时宣布制定新规定 也是延续了民主党早前承诺的 将持续推动航空公司改善客户服务 新规首次提出了要求航空公司 支付除机票退款以外的赔偿 并支付消费者在航空公司 导致取消或严重延误的情况下 重新预定另一班次餐饮住宿所产生的费用 交通部长布蒂吉格 在前一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当航空公司所导致航班取消或延误时 乘客不应该买单 目前当航空公司出于任何原因取消航班时 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机票中未使用的部分 以及他们可能已经支付的费用 例如行李托运或者选择座位的费用 不过航空公司经常试图说服消费者 接受旅行贷金券而不是全额退款 去年夏天大面积航班延误中断后 交通部发布了一个在线数据更新中心 旨在向航空公司施压 要求他们改善客户服务 该网站还让消费者可以看到航班取消或延误时 每家航空公司的退款和赔偿政策 对于新规定 美国十家最大的航空公司都快速做出承诺 当航班取消迫使乘客至少等待三个小时 才能搭乘另一个航班时 他们将提供现金或餐券 十家航空公司当中 由九家承诺为滞留过夜的旅客支付住宿费用 经由Frontier Airlines暂未回应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